大家好,我是Klaus 我们都听过很多人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特别是这句话在网络上是来自中国网军的口头禅 我们今天的节目先简单粗暴地直接打脸这种说法 然后深度分析一下民主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 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 简单来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这句话就是否定民主的意义 但实际上,民主是写进中国宪法的 也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 所以,对于有些中国人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否认民主的价值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打脸的行为 所以打脸五毛轻而易举,我们就一笔带过 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民主到底能不能当饭吃这个问题 要回答一个问题,首先要理解问题的本质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民主不能当饭吃 这个句子的结构,简单来说就是数学上的一个不等式 民主不等于饭 那这个不等式成立吗?当然成立 民主是民主,饭是饭 民主当然不能跟饭画上等号 也就是说,在逻辑上讲,这句话是对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句话乍听上去很能忽悠到一些人 但是这种简单的画上不等于号 也说明了这句话是一句废话 因为只要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都不能画上等号 比如,苹果不等于香蕉,飞机不等于汽车,男人不等于女人 这些话都是对的,但同时又都是废话 何止民主不等于饭,不能当饭吃 自由不能当饭吃,美德不能当饭吃,读书不能当饭吃,爱情不能当饭吃 说到底,只有饭才能当饭吃 所以说,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一句废话 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表达吃饭最重要 只要吃饱饭,其他东西有没有都无所谓 这不就是拿能不能吃饱饭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好坏的标准吗? 这么低的衡量标准,怎么听上去是在原始社会呢? 而中国不是繁荣富强,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吗? 既然今年已经全面实现了小康 怎么又只是停留在吃饱饭的追求上呢? 这不又是自我打脸吗? 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 把一样东西能不能当饭吃来衡量好坏 那不就是等于说,活着只要有饭吃就好 那这样所谓的文明社会,是在养人还是在养猪呢?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 仓领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人有不同层次的需求 当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 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 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需求层次理论 把人的需求从低端到高端分为五个层次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爱情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越贫穷落后的社会,越以满足低端需求为主 越文明富足的社会,越以满足高端需求为主 也就是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这种以低端需求排斥和贬低高端需求的论调 证明了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高端的文明社会 所以民主不能当饭吃这种低级的思维 也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命题 扩展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二者有什么关系? 我们都知道,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互相关联的系统 就算是马克思也认为 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决尽了上层建筑 当然这句话本身并不一定正确 但是政治制度对经济的高度影响是社会普遍认可的 为了更直接和更客观地表现民主和经济的关系 我们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引入数据统计学上的线性回归的方法 线性回归的分析就是为了排除例外 研究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个别例外不会影响整体的相关性 从科学方法上,让一些喜欢挑例外来反驳的杠精们闭嘴 比如,从这张教育年限和收入的散布图中 我们能看到,虽然大部分的点都不在这一条线上 但是却能明显地看到收入是随着教育水平而提高的 也就是说,即便你反驳说比尔盖茨没有读大学 却成为了亿万富豪 你也不会以此作为理由,就不让你的孩子读大学 我们这就来看一下用统计学方法对民主和经济的分析 这是民主和国民平均收入的散布图 除了新加坡作为小国寡民和中东石油生产国 影响了中间部分的曲线之外 整体来讲,民主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之间 是有明显的线性关系的 如果单纯看前半部分 这种线性关系就更为明显 世界上民主水平前60的国家里 民主水平越高收入越高 民主水平在前15名的国家 国民人均收入全部在2万美元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民主和代表贫富差距的 基尼指数之间的散布图 在民主水平前60名的国家里 越民主,贫富差距越小 也就是说民主是降低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 至于曲线在后半部分的反向变化 从上一组数据中我们已经看到 最不民主的那些国家也是最穷的 因为整个国家都穷 所以贫富差距自然也就小 所以从数据统计上来看 我们有理由相信 民主是经济发达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就像一开始的例子 读了大学,不能保证你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但是数据表明 不读大学的人 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大学毕业的人 回到最初的问题 也就是说 即便是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但数据上的线性关系 证明了民主让你的饭更好吃 不止如此 民主还能保证你的饭碗端得更老 伦敦政经学院财经学教授费雷拉的研究就指出 即便不看民主与经济成长的关系 威权国家经济成长率的变异数 是民主国家的4-5倍 打个比方 就像A和B这两只股票 从第一周到第10周 都是从10块钱涨到11块钱 回报率都是10% 但是两只股票的稳定性有很大差异 也就是说 就算民主和专制都能提供给你相同量的饭 但民主能保证你的饭碗可以端平 而专制会是 在某个时期撑死一批人 而另一个时期又饿死一批人 因为毕竟政策的制定集中在最高层的领导人手里 领导人的一念之间就能让你没有饭吃 就像在中国50年代发生的大饥荒 就是因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 土地收归国有 粮食全部充公 然后按人口凭粮票分配 那农民自然就没有了积极性 反正不管粮食收获多少 自己都是分那么多 导致最后都没有饭吃 全国饿死至少3000多万人 另外呢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 在《贫困与饥饿》一书中 通过对世界上发生过的大饥荒的研究发现 在世界上的饥荒历史上 从没有一次发生在社会透明的民主国家里 令人信服地证明了 民主制度是防止饥荒的可靠保障 因为长时间大面积的饥荒之所以能够发生 从来不是因为人口生育率过高 或者自然灾害过多 而是人们权力的缺失 和专制制度下的信息不透明 从而导致人民不能提前准备 发生饥荒后 也不能有效地进行粮食调配 和地区以及国际援助 所以纵上所述 即便是民主 不能直接拿来当饭吃 但是民主 却能让你的饭吃得更好 饭碗端得更牢 甚至是不至于没有饭吃 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 上一期节目 我分享了我对台湾未来的看法 主要目的是希望台湾团结 不要出现中共还没来 自己内部就先分裂了 不管是统派还是独派 大家都是台湾人 网友Frank和浪峰说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只是国号叫中华民国 在上一期节目里 我也有提到 台湾和香港、新疆、西藏等地方不一样 那些地方已经沦陷到中共的手里了 所以只有独立才能摆脱 才有出路 但台湾不一样 如果只是为了改个国号 导致台湾内部分裂 那就不值得了 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让中华民国台湾变得更好 正如网友Eason说 只要有民主自由 国家名称是什么没那么重要 或者向网友胡聚龙的提议 团结一致促使全球搅供 正如网友百年梦 Herbond和网友飞鱼轨道车说 中共从来都不是一个讲道理的政权 中共不会因为你改个名字就放过你 网友小峰珠和李初欧说 只要中共在,台湾的自由就不能得到保证 纠结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国都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Saga King,JM和林立基说 不关心台湾的国号 只要不是中共独裁统治就好 网友Angel Cho说 中华民国在2000年时就彻彻底底的在台湾落地生根了 因为台湾人选出了我们的总统,结束了训政 我在节目的最后说 台湾尽可恢复中华,退可走向独立 网友林志伟说 多数人偏向后者 当然我说恢复中华不是指反攻大陆 光复大陆沦陷区是一个历史包袱 不应该由现在的台湾人来承担 未来如果中共倒台 让中国可以学习的民主体制 最接近的当然就是台湾 学习台湾甚至是直接把中华民国现在的政治制度 平移到中国大陆都是有可能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 我是Klaus,我们下次再见